台資名 這裡面的 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大家好 現在應該不是早上了 很幸運 今天給理師長 他 他叫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些 我們去華盛頓 去華盛頓DC版集會的感言 然後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支國旗的意義 不知道齁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這個紅色紅色的代表 我們是日本的燒地 因為日本是 你看日本是一個紅色紅色的大太陽 所以紅的就表示我們是日本的屬地 6的青就是我們有6州 因為日本時代 日本通在台灣的時候 打台灣分成6州 所以我們目前也是台灣有6州 但是名稱可能有稍微不一樣 以前高雄叫大高 我們現在叫高雄州 有宜發東州 台北州 新潔州 台東州 台南州 高雄州 還有一個高沙族 高沙族的自助區 高山州 再來這個紅色的 代表我們是在亞洲地區 亞洲地區是代表 用黃色代表 台灣就不用說了 這台灣就是我們 中這顆 這個 這不是 中外民國那個 那個 不是喔 這是那個 那個 美國 美國不是51個州 那個星星 代表美國的燒地 我們現在是美國的軍事佔領 日本的燒地 美國的燒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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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是美國把我們設計的 這也不是我們設計的 就是用這支 代表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旗 有可能我們還會再改了 不知道 我們這次之後 我們的參議院 眾議院 應該去決定這支旗 要保留下來 還是要再重新再製作一支新的旗 我現在因為 以前我有說過 我們在網路都可以抓到 那個華盛頓DC前半段 已經說很多遍了 我現在說後面 這裡一些很重要的 這個 可能大家那麼沒什麼 不要聽過 好嗎 第一項 我們說 中華民國 他來占領台灣 那個蔣介石集團來占領台灣 把我們台灣變成 有十大 十項 讓台灣人永遠很心痛的事 第一項 就是說 中華民國 違反戰政法 將本土台灣人 集體幾位 做中華民國國民 再來第二項 他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 將台灣共性 讓入中華民國和他的體制 這都不用操 因為 這是 你在電腦 我們的網路都可以抓到 沒有就 你們如果有帶 那可以跟我們工程師講 我這些資料 完全都可以 你們可以 Copy回去 你們 要跟他們說都可以 再來 蔣介石集團 百分之百分 平吞在台灣的財產 當然 你會沒收台灣人的財產 我待會會一一解釋 讓我們大家聽 再來 中國民國國民黨的公部人員 體制中 全台灣的教育主委 完全垄斷掉 他共在培在 本土台灣人的參與 公務人員體制 裡面 在 當然 李政委總統和阿扁總統的時候 就有那麼改進了 但是 蔣介石集團和蔣經國的時代 所有的公務一級主管 全部都是 我們以前都說多聲 現在民主黨說要說中國人 一陣台灣人都不可能做到一級主管 就算你是高考級的能力比他強 他你還是當不上一級主管 再來 將全台灣的教育主委完全熔斷掉 再下一個 長期台灣社會的制度 扭曲 換來 中國憲法紀念 可以在台灣穩定 中國人替本土台灣人設立一個 賣粉針 讓金利和法利完全被 舒服了 再來 本土台灣人 當地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待會一一解釋 讓大家聽 在 2009年四月 2009年四月設立的時候 美國歡迎 破關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社會 成人的政府 人民自經生活在政治獵獄當中 再來 中華民國 國民黨 他在台灣是行流 夢中華民國體責 他繼續歷史 二二八在思考 再來 二二八思考 他動作本土台灣人 用白色恐怖政策 本土台灣人 跟現在還很怕 這就是嘉義 日日法紀念公園的紀念碑 他違反第一 我們剛才有說到 我們十項裡面第一項 他違反建政法上 本土台灣人 集體幾位 做中華民國國民 他根據國際法 我們以前是日據時代 我們叫日本台灣 我們台灣人 其實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大日本人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但是 根據國際法 他不能集體 跟我們的國籍改變 像 美國他佔領伊拉克的時候 他現在有軍事佔領伊拉克 大家知道嗎 他有將伊拉克的人民 變成美國人 沒有嘛 那一樣喔 蔣介石幾位 這個集團 他來佔領台灣 那也是叫做軍事佔領 因為日本 跟日本 就是周星國 跟同盟國打仗 日本打輸了 同盟國 將台灣跟日本 分配 蔣介石集團 分配佔領 他也是叫做軍事佔領 他軍事佔領台灣 他不能將我們台灣人 國籍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依照那個國際法 是不行 你看美國也不將伊拉克 國民改成美國人 沒有嘛 所以 這是違法國際戰爭法的 再來 1946年 2月10號 他紀念 將我們台灣 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規劃成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官員說 集體 集體規劃的 測試是為了方便管理 再來 1949年12月 蔣介石 正式流氓到 他的占領地台灣 將本土台灣人 做兵 不然他喪失生命 也是暫時的嗎 這也是說不過去嘛 中華民國國際法 國際法 他是發佈在 1929年2月 他那時候 台灣人 不是中華民國國籍 那時候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他是叫做日本台灣人 那個 我 因為 根據國際法 測哪地 他是不能改變 居民的國籍 蔣介石集團 他面對英國 跟法國 跟美國的質疑 的時候 他當時 中華民國的官員說 他救出6年 佔12 集體規劃的 測試是為了方便管理 的測試措施了 請問 國際法上 敢有文准這樣公返 不可能的事情 幾年 1949年12月 蔣介石 他就開始流亡到 他的測量到台灣 這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這幾天不知道大家有 不知道有聽清楚嗎 1945年 十月25 對 當然 日本建牌嘛 麥克阿蘇的總 台灣配合 又外南 分配蔣介石集團 佔領 他分配佔領 有外南 台灣跟配合 三個地方 他叫丹義 1945年十月25 他叫丹義來台灣 接受日本總督的投降 所以那時候 蔣介石他沒有來台灣 他跟丹義來而已 蔣介石他本人 他帶一陣的 中法民國的軍人 去外南 占領 軍事占領越南 但是他去軍事 占領外南的時候 在那時候 他都不帶牛草去 不可能帶米去 那時候外南 剛才回去修生 豬仔回去修生 他叫他的軍人 中所有豬仔都被人掛掉 掛掉了 都掛去做他的軍糧 甚至吃不完 又送回中國 沒有留到一段 外南的人吃 那年他要搖死兩百萬人 兩百萬的越南人 兩百萬耶 他從來不告訴我們 我們都不曉得耶 所以現在越南人 為什麼很小中國人 他以前 從蔣介石那時候 就完事結局現在 所以他這次排法 你看他排法 他將所有 台灣人 台灣商人 很倒楣 都被動作華人 都被搶劫什麼 一大堆 聽說 因為那些廠商 很多都搶他 路幹 大陸那邊的幹部 所以他也把他動作 都是華人的工廠 所以都全部 都把他抄幹的 那也是 從蔣介石那時候 他們就很 很恨那個中國人 那時候死兩百萬人 你看 戰爭 如果死十萬人就恐怖 他沒有戰 他沒有用手 結果我就把他搶劫就百萬了 所以他們越南人 很恨那個 中國人 那個 那就是那個時候 後來 那個 那個 胡志明 就是他們外南的 國父 他們說他們的國父 他就跟他去 跟法國談判 他跟他說 我外南 跟法國來幫我統治 我也沒有給中國人統治 他說 拜託你 你法國來把蔣介石灌出去 然後我就當你的殖民 所以當他的殖民地 所以法國 聽聽 好像那條件談一談也不錯 你就來將蔣介石灌出去了 然後 後來外南到法國統治幾十年 所以他們法國都說話語 很多人 尤其他們文字語 他們有時候 你在他們街上 看到很多話文 那是很正常 因為他們統治了好幾十年 蔣介石那時候 就是在1949年 以前沒有1945年 他沒來 他就走去外南 最後1949年 就去法國看出來 他沒帶去 他那時候 中國已經用 要讓共產黨打到外國市場 他不可能再走到中國 共產黨不可能 所以他只好逃到他的佔領地 台灣來 他不是他來而已 他帶幾百萬流亡人民 他流亡政府來 他把百姓一百多萬人帶過來 我們台灣那時候 六百萬人 又百多萬人 又六十萬的台軍 所以台灣要承受他們 我們那時候也很可能 台灣本來是 東西很多吃到吃不去 他們來而已 人家都不夠吃 那時候 我們知道 我們那時候多一歲 還是我爸爸媽媽那時候 聽說要吃 每當都吃韓式簽 要吃一檔有米的 冤枉的 很難得 那就是因為他帶了太多人來 帶了一百多萬人 香港出現百幾萬人來 所以他覺得還很奇怪 他怎麼不是1945年那時候 12月要15來 他是1949年12月那時候才來 以前是派斷他來 在1929年2月那時候 台灣又是日本統治 所以他將我們台灣人 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不合規定的 這是不合國際法的 再來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下一段 他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將台灣就強行納入中華民國 跟他的體制 在1945年10月25 蔣介石集團在台灣接受 日本台灣的導航 當然那時候是 陳怡來而已 丹怡來而已 再來他說 他是軍紀開羅宣言 破製產宣言 跟日本投降書 將台灣併入中華民國領土 但是我們知道 在拿破崙時代後 拿破崙華鐵盧事變 結果他就 因為法國那時候 開始制定國際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是 拿破崙他失敗之後 跟法國他那邊的學者 深深地覺得有需要 這個 製造一個國際性認的法律 所以才有萬國公法 那時候他有 本國公法裡面有說 說國跟國領土 遺傳的修飾 要根據國際法律的條約 他說一九十五年 丹怡來接受日本導航的時候 當時蔣介石集團 他說他是台灣的光復節 他說他是軍紀開羅宣言 破製產宣言跟日本投降書 台灣一直併入中華民國國土 不是勒 因為在一九十五年 可能我們蔣介石集團有說 他九十五年 四個青月 那個天皇 日本天皇 他那時候發表一個造書 造書就是說 他要將台灣 他正叫做殖民地 殖民地不是算國土 他必須正式把全世界宣告說 台灣納入他的國土台 有正式 有成立 這就是 當時 大家看一下 當時 1945年4月以後 日本天皇發表 他說 要將台灣正式納入他們 日本南部國土的延伸 那時候台灣 可以派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參加他們日本的政 他們議會的活動 近前台灣人都不可以參與他們的政治 是1945年4月初他開始 那時候他發表 可以這樣就是標示 不過大家可以輪流看 這個粉造書後面那裡有 大家如果慶祝 可以把書妹 那時候日本人 第一年的時候 有十幾個日本人也來上我們的課 從日本來上秘書長的課 秘書長為了要送他們禮物 不知道要送什麼好 結果想什麼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以設計 這造書是原本就這樣 但是日本給我們的稿 給我們的稿 是一張紮而已 一張紮跟這個一樣 當然你送一張紮 給日本人沒意思 我就想辦法去給他們 揮護成他們的造書的樣子 我們只有這個板 那個刻那個鋼板就 去那個做板就三四萬塊了 然後又刺繡的 這支手的 所以送他們日本人提醒他們 那些日本人 那時候大學教授也來上我們的課 說你不要忘記了 台灣是你們日本天皇的職地 日本人不要忘記台灣 所以日本天皇 因為我們每一年十二月二十 都日本天皇的生日的時候 我們都有去日本三年 練習三年 我們法理學院成立三年 我們連續三年都去日本天皇那裡祝壽 每一次我們都去提醒他 不要忘記台灣還是他的屬地 所以他現在修改憲法 憲法他他有分好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已經修改過了 他還有日本的自衛隊 他以前叫自衛隊 他現在叫做國防軍 因為憲法已經第一步過了 當然他會繼續修改 修改到最後的時候 他現在可以去 將那個北方市道討回來的時候 再來就是討台灣跟澎湖 因為他已經修改 之前那個麻生泰蘭 麻生泰蘭首相 麻生泰蘭首相 他正經受到日本 參議院跟眾議院他的委託 他們已經立法通過 委託他們的首相 要去各所連討北方市道回來 要去討北方市道的時候 去普天跟他搶回來 說叫他再回去 國際法特特特去解公 結果他們就派秘書 日本就派他們那邊的首相秘書 就派來跟我們秘書長清告 秘書長是國際戰爭法 現在是全世界第一把交易 結果他就跟他說 你日本沒辦法去討 他現在叫做日本平民政府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現在叫小日本 因為麥克阿蘇 他軍事占領 他分配蔣介石占領台灣 但是他本身跟他去接受 日本天皇的投降 就是他軍事占領日本 日本去給美國軍事占領七年 同樣美國像占領伊拉克 他也去占領日本占領七年 七年之後 他依據國際法 就離開日本了 但是蔣介石 在台灣軍事占領 68年還不走 我就覺得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去顧美国 你怎麼將軍事占領帶來台灣 你就要怎麼帶回去 你軍事占領國際法 七年就要走 你18年還不走 哪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那時候他美國跟我們說 我說 我要跟你們台灣人騙一百年 你怎麼這麼快就精神了 我們有林志森博士 他讀國際戰法 他發現這個真相 舊金山合約 他是去投原文版的 他去叫人 為美國的圖書館 拿圓文版回來 他發現 因為我們 我們就真的 沒有法文版的 不然他會不會翻譯的 都讓你台灣人看不見 他不是這麼有圓文版的 都叫他們中華民國的意思去翻譯 所以你看不見 他真正的意義 你看到圓文版還發現 台灣原來是美國的軍事占領區 美國都不要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每一年 都給他買一百億美金的 一百億美金的軍器 國防軍備 那個中央去比他們的兵 當然也不跟我們說 沒有人那是日本怕輸 賠償款 然後一年倍一百億 當然也不跟我們說 沒有給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做傲牛 做了68年的傲牛 叫美省上發現真相 開始改靠 他發現你們那麼快就知道 他本來說要騙一把 我們趕快醒過來了 所以我們很高興 我們今天有這麼多人已經精神了 你外面跟他講 有的人也不相信 還以為我們在說謊 他就不來讀 就說 笑到這裡用騙的 騙六十八年大家都信到賣賣 秘書長 林季欣碰是說 他講實話 而且那個鮑娥 美國的鮑娥那個國務卿 也開記者會講實在話 跟台灣人說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 台灣不是國家 以及中華民國都說台灣管理當局 對不對 都跟台灣人說 台灣人又不相信 不相信 還認為我們還是中華民國的國名 好奇怪喔 是不是 還用騙的 還騙倒回來 所以這裡就是說 說到這邊 你說 萬國公法就是說 國家國籍跟廉頭的專儀 是要根據那個一些國際條約的規定 但是我們就金山合約裡面 它裡面是說 台灣派 懸空割讓 其實等於是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意思 但是它的主權 它不說它割讓給任何人 它只是給我們台灣 你說我講過嘛 懸空割讓 它不說台灣是要變成哪一個地方的 都沒有 其實它也沒有說我們 個讓給中華民國沒有 它只是蔣介石集團來軍事佔領 分配軍事佔領 它只是那個設備跟人民的佔領 管理 它並不是土地的轉移 就是在合約裡面 它講的不是土地的轉移 所以蔣介石集團他當初來 照說他是軍事佔領台灣 他不能實行完全佔領 但是他來台灣是實行完全佔領 這是不合國際法的 他現在其實他也知道 他也準備他們要回去金門跟媽祖 你看金門跟媽祖 現在建設比較大好 我們台灣很多的錢 都是拿回去金門跟媽祖 那就是他們中國人 未來他不想要請新聞政 那些中國人 他們就是以後要回歸那邊的人 他們都很清楚 再來我跟大家講下一個 蔣介石集團他霸領佔領日本在台灣的財產 當時他代表沒收台灣人的財產 日本導航 被中國人解釋為佔領 但是軍事佔領在國際法上 是不能移轉領土的主權 這很多的罪行是沒有時效 將來一定要追究 他說 投降典禮 只是佔領的開始在他 對日本導航 修区帝國人解釋說 台灣已經佔領佔領佔正為中華民國領土 屬於上軍事占領在國際法制國計法上 他是不能移轉領土的主權 但沒有國際 Raven教狀的台灣 過了給中華民國遺盡 蔣介石集團他不能併吞在台湾 日本在台灣所留下的財產 日本人走 給他一千塊走而已 一千塊日幣走 其他所有的財產全部要留下來 結果全部被國民黨沒收去了 都變成現在他們的黨產 他們動産一大堆 你看這次他帶人來他有帶土地來 不然帶土地來為什麼 台灣很多土地都是說他們國民黨的動産 莫名其妙 那是國家的財產 不是黨的財產 但是他不告訴我們 那我們百姓也被騙得很理所當然 那都是他們的動産 那和總統府對面沒有一棟 現在叫長榮大樓很大 說那時候國民黨的什麼黨部 後來他知道他怕我們台灣人知道 他就快賣長榮集團 那棟大樓 那不然他真的變成他的黨產 他的黨部 他現在怕我們打他 他不會讓長榮去 他當時從中國大樓去帶土地來台灣 土地不可能帶過來吧 所以這裡只有那個就證明說 他是沒收日本人留下來的很多土地 更何況呢 他也隨便沒收我們很多台灣人的財產 我們這裡以前我們有一些通信會來上課 就是希望後來我們執政之後 可以把一些被國民黨佔領的那個黨產 那些可以歸還給那些人 所以他那時候沒收很多台灣人的財產 可能我們在電視上看人去抗爭 應該我們都知道 這種戰政法的罪行是沒有實效的 沒有實效 我們將來一定會追究的 戰爭 戰爭法不會因為時間 然後說變成 所以現在你要國民黨黨選的人 可能會損失很大 因為以後我們一定 我們的參議院跟政院 一定會制定一個新的法律 在日本時代的財產 你如果莫名其妙被國民黨徵收的 應該有一個制度 有一個規返的制度 還是補償還是賠償的制度 但是不是台灣民政府陪他 我們是要跟他追逃 他錢都放在金毛媽祖 他的財產 你看他的國民黨在國外賣一個財產 國民黨那個錢 寄在外國銀行寄很多 到時候可以請美國 幫我們凍結他的財產然後追逃 再來我們說中華民國 中國國民黨的國務人 公主政府的體制 他強烈排在日本和台灣人的參謀 蔣切集團 他無關國際盟約的約束 他本來由盟軍分配占領 但是蔣切石集團在台灣實行完全占領 你看很多他都徵收台灣人的土地 然後做一個什麼蔣公刑團 他以前叫蔣公刑團 你看那個入月潘 那個什麼 韓碧樓 以前也是蔣切石集團 他的行官 現在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私人的企業 可能是賣掉還是VOT的也不知道 蔣切石集團他在台灣實行完全占領 1947年二月二八 他發行日二百四驚 中國國民黨用大量的武裝的力量 頂押本土台灣人 再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有幾百萬人流亡 中國人流亡來到台灣 所以本土台灣人 想在公務人的體系裡面出人頭地 檢食是不可能 蔣切石集團他在1945年十月 那時候是年以來嘛 年以來他照說他是分配占領 但是他實行完全占領 因為他這麼的軍人和軍官都涌槍自重 他們自己都有詐情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人手有寸鐵 很可能都沒有辦法反抗 即使我們要去他的長官公署 或是相關的單位要去申訴 我們以前阿公阿嬤那時候 師兄聽說要去抗議什麼 結果常常他去申訴單位去 不是人都沒回來 失蹤人了 找沒人了 也沒有人敢去要人 人走去對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本土台灣人 他沒有陳情還是申訴的管道 經何況到1947年2月28號 中國國民黨用大量的武裝的力量 鎮壓本土台灣人 接下來正常是沒有經過審判 或是沒有讓董事人 拿出人口的政治的盤子 就跟他競爭了 在這種情形 加上1949年12月 蔣介石集團都搶幾百萬流亡政府 他正式中華民國正式流亡到台北 所以台灣人想要在公務人的體系 裡面出人頭地 簡直是不可能的 等一下可能 跟大家說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再來 我們將全台灣的教育的主要完全熔斷 三十八年的概念 教育的主要 讓中國國民黨熔斷 他強迫本土台灣人 學習台中國首相 本土台灣已經失去了分析的能力 沒有人可以提出說 清條萬年到21世紀 那時候台灣的歷史 中華民國對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 台灣人的領土地 以下這個日期的法理地位 真正的法理地位 就是1945年10月25號 1949年12月10號 1952年4月28號 請問有人可以告訴我嗎 你上這兩天的課 我們怎麼知道 1Q45年10月25 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沒有啦 餘熱節五月一號 對啦 他們都跟我們說是光復節 再來1949年10號月10號 是什麼意思 對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 我等一下一一一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在知道嗎 1952年4月28號 這你如果有聚所 這會課 這課幾多邊 幾乎每一次都有考 好 沒關係 不是 我跟大家解釋 38年的概念 讓我們台灣的志願 都讓中國國民黨壟斷掉 我們台灣人會把他們 學習大中國思想的體系 他不能有台灣為中心的教育事業 強行強行那個天涯式的教育體制 學生都向強別教育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你看我們阿公阿嬤 老婆老婆那台 都說他是日本人日本人 他們不會說他是中國人 莫名其妙跟我們這台都說我們是中國人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其實照說 一個國家 剛才去 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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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隔 隔隔隔 像隔隔隔隔隔 隔隔隔隔 如果我說萬本還是隔隔隔 他照說要讓當地的人民 兩年的選擇 你要留在那個地方 做 減領那個人的國籍 或是你要離開 要兩年的選擇 但是他都沒有讓我們阿公阿嬤 或是我們老婆老婆 那些人 他讓他兩年選擇 他跟鄉鄉在12月 1949年12月10號 鄉鄉都給他專做中華美國國民 他都沒有讓我們的長輩 有兩年的選擇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事大人 可能也沒有人打國際法 說真的台灣也很可能 五六十年六十年 換一個佔領者 五六十年就換一個佔領者 你看荷蘭佔領 三十八年 再來正成功 占領 再來清朝 再來日本 再來中華民國 現在還給美國軍事占領 對吧 然後每六十年五十年 換一個老闆 換一個佔領者 換一個佔領者 然後每一次我們台灣人都會起來反抗 每次都要死超十分之一的人 我們每次都死很多人 只是佔領者都沒有跟我們說 我們以前的祖先為了 沒有讓佔領 土地的莫名其妙被沒收 什麼一大堆的事情 或是有的不叫鄉鄉鄉鄉 你會帶一個美妙去讓佔領者拿 讓他唱去你也沒辦法 就這些事情 台灣人四百年來是很苦難的 但是我們的佔領者 從來不告訴我們真正的歷史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的祖先 的苦情一對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反映到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不是耶 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我們所有的 本好台灣人 說我們真正的 讓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可憐 一面 不要以為想說 現在這樣這年好 你敢知道未來 你如果沒有美國出面 來澄清這件事情 來軍事佔領台灣 你如果真的讓我們研究像台灣 然後撒撒去中國 變讓中華人民共和國 應該是不會 絕對不會 就是說如果 他媽研究都會 他跟我們思想教育 都說 如果中國怎麼會 來撒撒台灣 如果真的 如果變成中國撒撒台灣 你看 又要五六十年又改一次 五六十年又改一次 我們不要這種可憐 我們不要讓我們後代的子孫 還有這麼可憐的一面 所以我們去顧美國 我們要終止這種惡夢 以後我們的驚孫萬代 百年 千年 我們都不會這種悲情的發生了 因為我們要成為一個自治區 自治區 如果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要把我們的所謂 我們的台灣人 教育說 教育說你不是中國人 你是台灣人 以後 有可能我們成立一個中立國 那可能是二三十年 可能我已經死了 也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要去走 又來的路 再來繼承的路 是我們年輕人去走的 那我們只能走 我們這年 是走到自治區 後來 看後代的子孫 你們自己想法 是 一直成為自治區好呢 還是說以後 要成為一個中立國 後代我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自己的事情囉 OK 所以 所以他說 因為都一個人搞 所以我剛才有說到 就是我們 19 就是我們二二八一樣 我們中國 中國國民黨 他就二二八 鎮壓台灣 我們台灣人都 莫名其妙被槍斃了 因為你去抗議 或是去申訴 莫名其妙 都沒有回來就被槍斃了 然後家屬也找不到屍體 這種狀況 真的 在我 我小時候 真的這種事情 我莫名其妙說 破妹仔 調查說 去抓我們鎂鎂的人 抓去都沒回來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 因為 他剛才有做一個 政府的政治活動 他也是都晚上做 他也不公開 所以出名鎂鎂鎂 沒有人知道 被抓去 什麼被抓去 我們也都不知道 真的 我們當時讀這圓 是不是這樣 破妹 我們知道 破妹子 是時候 出名鎂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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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破妹子來帶人 然後你都不知道隔壁為什麼被帶走 我大家走到要死 真的 他就用這種 這叫白色恐怖主義 這個 待會兒 我們的長輩 如果有出名鎂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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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的認知 跟中華民國把我們加是來源白側 完全不一樣 換一句話來講 中國國民黨的教育體制 台灣人已經失去了分析的能力 然後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再來三個日期 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意義就是軍事 尖領管理當局 但是他都不跟我們講 他說他是我們的總統 美國都不承認了 美國就叫做台灣管理當局 他有稱他是什麼馬總統 陳總統 還有那個李總統 沒有這樣 那是稱為那個管理當局的馬先生 還是李先生這樣子 1945年10月25日就是台語來台灣 尖領日本總統的投降日 這日本投降日 台灣的投降日 這不是叫光復節 再來12月10號就是中華民國 他的政府正式遷都台北 叫做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留任務政府在台北 12月10號 其實是這樣 但是他將來沒有跟我們講過 我們台灣人 你如果沒有來這裡最過客的人 永遠不知道什麼叫做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等一下我下一個月會有 再來 四月二百是什麼一支 中華民國跟日本簽日本 台北日本合約的 現在我們叫做台北合約 日本叫做中華台北合約 中日台北合約的日子 中日台北合約 那台北合約現在還有效嗎 蛤 無效齁 為什麼無效 對 阿馬英九比我們大家都還滿 但是我們給他賠不去 因為齁 為什麼無效 因為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式建立邦交國 他就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天開始台北合約的失效 他就跟我們斷交鬧 這個合約要有成立 要有成立 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當然那時候 他阿公一定要求 他跟他建交 就要跟中華民國斷交 斷交那時候 那個中日合約的失效 這是簽約的日子 他們那時候 跟我們斷交那天就是失效 失效日 所以馬英九又跟我們騙 騙說台北合約還有效 哪有可能 那他比我們還笨 他連這個最基本的國際法 他都不斷 又是一個台學的教授跟他講的 那台學的教授 國際法要重修 再來 登記台灣社會 製造的紐約 本來台灣人 懷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 中華民國 什麼叫做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他都不跟我們講 中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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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自己知道 都不跟我們講 我說奇怪 以前都說中華台北 我說我剛才台中 哪有辦法說中華台中 或是剛才說中華高雄 為什麼 那你出力可以改遍 因為一個國家 流亡到另外一個國家 只有說他可以在那個城市 不能走 他只能在台北 他不能離開 國民黨只能在台北 他不能離開台北 因為他只能流亡在台北 但是因為他實行完全佔領 所以全台灣 都由國民黨的黨部 什麼 叫做完全佔領 那這是錯的 你看 那個 其實戴高樂 在1942年 戴高樂是法國將軍 他1942年 帝國跟法國戰爭 法國戰敗 他就 帶了一群法國人 流亡到英國倫敦 然後在英國倫敦成立 自由化國流亡政府 所以他只能在倫敦 他也帶幾十萬人 戴高樂帶幾十萬人 流亡到英國倫敦 他只能 那個流亡政府只能在倫敦活動 他要離開倫敦 要經過英國的政府的同意 再來 韓國南韓 李承晚總統 他曾經流亡到中國上海 那時候就是南北韓 南韓的問題 他南韓 他流亡到中國上海 他南韓流亡到中國上海的時候 一樣 他差不多離開上海 就像還有那個 就像現在就是 蔣介石中華台北 他都可以說他是台北的 他也不是說中華台灣 中華台灣 就說整個台灣都他可以流亡 但是他是台北 他只能一個城市 所以他知道他只能在台北 你看他也知道他只能在台北 他只是不讓我們知道 他是把我們騙的 我們台灣人那種騙的 騙的不知道 這樣而已 還有一項 你看 等一下不知道有時候 像那個西宗 西宗 台灣的阿嬤 他是不是出了一頓 西藏人流亡在那個印度 北方 靠近西馬來 在德蘭沙拉 那個地方 我們兩年前 我們有去拜訪他 我們台灣民進府 五十個人 美術隊有派五十個人 去拜訪他 參加他們的國會開幕 給你 就是我們去學 學說學識 他們是怎麼做政府運作 然後他是不是把他們流亡在德蘭沙拉 他不能離開 他二十萬 大概十幾萬 他分兩位 他印度也沒有讓他們集中 聽說他分兩位或三位 的城市 你如果想一個人集中 很難灌 通常起來 他印度要去管理也很難灌 他跟他分幾層 那個德蘭沙拉 是最多西藏人的地方 他西藏人不能離開德蘭沙拉 而且他派很多印度人 他們這會這會 也不是晚上監視他們 不能有其他 危害他們印度的那些活動 相同的他不能 相同的這種狀況 再來 他那個 達賴沙拉 他們也有選他的議員 選他的總理 他們四年也選一次 是不是他們二十幾萬人 就自己選了 選他西藏的 留言政府的議員 總理那些 印度十幾億人口 印度同樣也選他的總統 印度也做總理 印度也是叫總理 也有選他的議員 市長頂頂 印度選十幾億選他 然後西藏選他 流亡政府 各選各的 大家很清楚 但是 相同這個例子 找來台灣 大家都互贏 那 那 流亡政府 跟我們 本土台灣人 南南做會 要選總統 要選市長 都南南做會選 那就是跟我們騙 我們台灣人 都互贏 不知道 美公 他可能 那時候跟他講這個事 可能說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 我再猜 他們可能談好了 用軍事 我們買他的軍事設備 一百億 賣輸給他附贖金的意思 叫他不要說 他就點點 怕說 他來看我們選議 如果不要太過 買票買得太嚴重 白生不要太過看 他就是 裝榮作啞 讓你們自己選 南南做會選 要說 流亡政府 來台灣的時候 他要把我們六百萬人 成立一個 平民政府 他流亡政府 另外一個流亡政府 他百幾萬 他放一百六十幾萬人 他自己去選 他的議員 他的領導人 他的什麼 他的台北市長 他自己選台北市長而已 然後 我們自己六百萬人 台灣 他要把我們成立一個 台灣平民政府 我們要自己選 我們自己的領導人 我們自己的議員 我們自己的市長 他說什麼 但是沒有 他沒有把我們加 南南做會 都把我們騙說 那時候 蔣經國 那時候騙一些黨外人士 說 你就來參加選舉 黨內 什麼 體制內改革的時候 你才有改變 改變中華民國的一種 不好的制度 所以大家都 迷分證 我等一下說給大家聽 就是陷入一個迷分證 都參加選舉選舉 啊 南南做會選 不然我當時 那時候被選選 選調 選調總統的時候 連一個議員會說 他切果 真的切果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 我說 我贏你一票就贏 我怎麼台灣人去切你 你就多選 你怎麼說多選 我怎麼去切你的果 台灣也是我的 怎麼 那現在大家清楚了 真的是我們是切果 只要說 他流行政府選舉 我們不能參與選舉 他選你的我們選我們的 但是現在我們南南做會 沒有人幫我們教 秘書長一直教一直教 真的說實在會一直教大家教 結果大家都聽不懂 不知道要怎麼來騙 還騙到回來了 所以齁 一家 所以我們這裡就說 劉榮政府 再來當時 當時那個 蔣介石就是 蔣介石那時候 他的媒體 我們都一樣 到現在也一樣 我們的媒體都受到監督跟控制 都沒有自由 蔣氏集團那時候是反共 反對中國共產黨 媒體那時候也積極反對中國共產黨 但是換現在中國人 馬英九 他非常的親共 他一行他立場所一行的化毒劍頭 所以媒體現在也 都是親共 大家都知道嗎 現在共產黨可以名正言順 如果我們台灣要住 要土地 我們台中 鑑城車站附近 以前那個台唐 台唐一些國 國家的土地 整個 說兩個共產黨 兩個都買了 對啊 沒有沒有他好像是 是兩個集團還是兩個人 反正就兩個團體 把我們很大片 整個家庭 那個不知道幾多錢 整個都賣去 但是 對他們來講可能也是便宜賣 因為中華民國要走路 他一定熟熟的賣 他們共產黨也覺得會好 他落到可能也會好 所以他們也賣去 我不知道 我們前上個月才知道 蛤 那塊地已經被買了 什麼時候公開招標 我們也不曉得 當然 他招標一定有 但是都不只貼一塊塊 你要去找 你要仔細看 你也不知道他那個所在招標 對 沒有錯 非常好 這是我們參議員跟眾議員以後的責任 因為美國跟日本東西 他也正經經濟發展一段時間的時候 外國人 日本人很多跑去美國買房子 買土地買一大堆 美國甚至有一個城市裡面 有一半都被日本人買走了 後來美國就制定什麼法律 可能要請我們未來的土地政策的人員 去查外國人的東西 讓美國什麼制度 將土地都收到 那可能用稅的制度 或是用什麼制度 像外國人 外國人我知道 如果外國人要去買他們的土地 那個稅 他們 我們都說有教育稅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稅 他們那國家求的稅 是他們本地人的十倍到六倍 所以外國人都沒辦法買 差不多都去帶他們越南的太太 帶越南人做母 要買越南那個太太人的名字 用這樣到有法度買 如果外國人用他的名字 幾乎都沒辦法買越南的土地 所以再來 其實我們台灣 未來我們如果說有興趣 我們有這個共識很好 不會這樣說 這樣要怎樣要怎樣 在那看要怎樣 不是喔 外國這個困難很多 我們現在 當中困難就是以前外國人怎麼改割 我們就把那個模式先把 不一定是全盤照收 學 學他們好的賴面 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的體制 他在台灣是流氓政權的形式 他所憑藉武力跟司法 所以噴透台灣人 他懷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 所以所有的機關 參與國際比賽的團體 基金會社團法人 他都是用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其實那時候叫做中華流氓政府在台北 但是他都沒有跟我們說 會縮寫 但是中華民國他逛後 逛後說叫做中華民國 其實在濟政那時候就有了 就已經發生了 明天一直跟我們 都沒有跟我們說 實在是 台灣人都沒有去追究真理 說什麼我們就接受 說什麼接受 沒有好多信可 如何去思考 因為他都聽壓制的教育方式 我們都沒有去留學思考 都沒有去 那時候 因為在這種制度 到中華民國官員 他才有管理去發言 所以噴透台灣人 佔85%的噴透台灣 他沒有意見表達的管道 馬英九他親共 照說馬英九他現在親共的態度 你如果那時候 蔣經國的時代 蔣介石時代 那馬英九不就要親殺十遍以上 那只有什麼 替共產黨講一些話 是說資助共肥 就要簽名了 你看他資助 他怎麼資助共肥 還把共肥 真的就是說 把共肥引進台灣 他以前都說共肥 對不對 那紀人莫名其妙 共肥來到我們台灣 匪毒就在 匪毒就在 匪毒就在我們身邊 可憐的台灣人 媒體都讓他們控制住 我們只好只好都靠網路 再來 外來的中國憲法 紀念可以在台灣運用 台灣什麼時候 會併入中華民國的領土 中華民國憲法 什麼時候 變成台灣憲法 民進黨還是台連黨的高級官員 他常常都口目橫揮說 我國的憲法如何如何 我國的大法官的判決如何如何 這些人從來不要靜下心來探討 法理上台灣什麼時候 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怎麼會有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為什麼會被認定為台灣的憲法 因為當時盟軍的領袖 就是麥克阿蘇 他在1945年10月25號 他沒有人 他那時候 他說 他好像規範 他分配佔領 他是規範 他第一號的命令 他說 台灣的人民跟設備處置 蔣介石 他軍事佔領 但是他不是土地的領土的處置 他不是領土 不是說土地的問題 他說人民跟土地面上的設備 給中華民國去管理而已 古今山和平條約 也沒有將中華民國過付給中華民國 裝入台北合約也一樣 裡面沒有這個條文 華理上這麼明顯 但是台灣仍然执迷不悟 因為擁抱中華民國的體制不放 你看 理政委十三年 阿扁八年 他的管理 他做總統這段過程當中 他沒辦法把中華民國體制內 一時一號把它拆掉 恢復我們台灣本土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體制 他都沒有辦法 他修改憲法 你看李政會總統 憲法修改幾年 他做總統兩年三年就修改憲法 修改到亂七八糟 但是 他一樣沒有辦法把中華民國憲法修改 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他的領土的領域沒有包括台灣 那莫名其妙 他的外國的憲法既然在台灣實行 要靠公務人員都要靠外國憲法 我們台灣如果沒有憲法 都靠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公務人員莫名其妙要洗腦了 對不對 憲法都靠一百分靠得很厲害 所以哪有全世界 台灣第一 去用北國憲法 做我們自己國家的憲法 全世界只有台灣這樣子 然後大家還認為理所當然 再來 中國人拿本土台灣人設一個民憲陣 他說 三年的東華運動 有人說是蔣經國支持的 他適合當時的精英 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中華 就是在中華民國體制內改革 體制來改革 我們大家都有說體制外叫革命 體制來叫改革 所以他們就 講這個時候就說 快點你快點體制來做改革 改革就是選舉 選舉 選舉你還有可能做一些改革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迷選舉 再來根據國際法的規定 流氓不能集體合法 流氓政府不能集體合法 所以如果沒有美國幫忙 台灣的問題是不可能改改 所以我們台灣人 如果選到總統 第一項 一定要接著美國總統的好看 他還可以正式宣布我當選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美國如果沒有好看來 都沒有人敢宣布當選 那為什麼 為什麼那時候你怎麼沒想說 那不是日本 那不是中國 那不是英國 會好看 那一定要美國好看 大家那時候有沒有想過 我以前也都不知道 後來我是聽美書長 林志森博士 他跟我們講 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是美國軍事佔領區 美國的軍事佔領區 美國的軍事佔領區 所以我們必須得到 美國的認同 你的總統還可以宣布當選 蔣經國他把我們台灣人 設一個米粉陣 他說連那個反對黨 都走不出來 有人說 早年的東華運動是 蔣經國在後面支持的 所以讓當時的領導的精英 他說 最近最有效的反對方法 就是 反對中華民國的方法 就是 來中華民國體制來 政取到官位 做官 你來中華民國裡面做官 做體制來的改革 後來他們就造成民進黨 今天演變最大的興趣 就是參加中華民國體制來的選舉 丹水平那時候 丹水平總統那時候有說 他說得很清楚 說 流亡的總統 依據國際法的規定 流亡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他說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那時候 剛開始他說 他要把中華民國推翻 他說他選總統 說得很大堆 支票開得很大堆 後來他不是 人家都一直逼他 要做要做 後來他有開一個記者會說 沒辦法啦 流亡政府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他有開這個記者會 那時候我們很多人都很相信 他怎麼死眼了 他開的支票 他可以馬上 他說退票馬上退票 那時候支持的人都很希望 他知道 他沒有要跟我們說 他沒有要跟我們說實在話 連陳水平都沒有告訴我們真話 我們是美國軍事佔領期 他不告訴我們 他知道 馬英九也都知道 所以後面做八年 本來有很多本土台灣人 他記得他 他可以從體制來做大幅度的改革 但是沒有做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是流亡政 我剛才講到一大堆 大家知道 流亡 他是流亡的政體 不可能改變 他這個選舉的賣分 賣死台灣人 所以台灣人都始終走不出來 有人說 自己的國家要求 但是忘記了 解靈人上去死靈人 我們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忙 台灣的問題 是沒有制造改革的 所以我們是美國軍事佔領區 所以我們去告美國 我們剛開始去 彼氏長那時候 2005年 他就 當然 2002年 從中國大陸逃回來 我們可能大家知道 然後他回來 人家就引見他去 進去立領會總統 立領會總統就說 你托國際法 不然你也像台灣的問題 放在國際法去研究 台灣未來 國際 要怎樣走出國際的這一條 就是讓我們台灣 熱烏合政成 變成國際地位正常化這樣子 哇 他就真的去研究 他說他托多少錢 你看新台灣都那本錢 那小本 三四百樣 你知道嗎 我跟他說 你賣這樣 那時候 金磚賣1,500 平磚賣1,000 我說 1,500很貴 三人要自己賣 他跟我說一句 你說 你知道嗎 我冠在房間冠 冠半年 六個月 打在找比我的人 我 我說 我打在找比你的人 那麼多 你知道嗎 都是原文版 說錢到眼睛 要演武器 他讀了半年的書 寫出新台灣這本書 你們沒讀對不起他 請這樣 就算你不來考郡守 你也要讀 你才知道台灣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再來有戰爭史 戰爭史要寫到五分 他每天都去寫 每天寫文章 你看我們 我們可能每天看電視比較快 他是 他都看你看 他都不會看電視 他有時候看新聞 他有影響 就開始一直寫 他說 他腳腳的東西 沒問題寫下來 等他以後 老了以後 他如果寫不出來就 那個 所以那些書都在他頭腦裡面 他就一直寫一直寫 我看 我們台灣四百年來 可能也沒手 買這麼多東西 裝那麼多墨水的人 寫到第五本 那 所以 我現在就是跟大家說 那個 他要設的這個 我們如果說沒有美國 幫我們幫忙 就是說 他發現那個台灣的真正地位 所以他就出了 他就出了開始演講 說叫我們 有兩百一八的 才會去告美國 然後 我本人很幸運 那時候 剛才在台中的文化中心 他剛才在那裡演講 我有聽到 當然 我就有參與 我有參加 但是 你知道 你知道 如果 他這樣帶我們去告美國 當時我們去告美國 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都會怕去幫忙 說 小四人去告美國總統 我們都說 我們都不要敢說 我們如果先說 我們如果敢說 我們去跟七二四 我們那時候2005年 2006年 去跟人家講說 我們去告美國總統 人家會說 我們不敢說 我們那時候都不敢講 只是現在 法理學院 一定要講 講 讓很多人聽如何 然後 才會說 一定要講 要選團 很開心 所以 那種進入過程 跟他比起來還差很多 我們跟民主黨 比起來是差很多 謝謝 再來 然後我們再 再來說 真理跟法理完全 舒服了 在中華民國的 國民黨 他所設計的社會 和教育制度 本來台灣人 完全沒有分析的能力 台灣只是一個地名 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非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是佔領台灣 但是中華民國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要有土地 他的土地是在中國大陸 他的憲法的土地是中國大陸 他怎麼在台灣去管理台灣人 所以他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對很多居住在中華民國管轄下的台灣人 是聽不懂的 他總是因為參加 中華民國高普 選舉或是做官 他只要是大陸都是本土台灣人 他就可以保護到台灣人的利益 是不行的 在中華民國體制來 台灣是正處不到國際空間的 為由台灣跟中華民國分開台灣的戰鬥 露出一些曙光 他喔 中華民國國民黨 他所設計的社會制度跟教育制度 我們台灣人就是有人說真話 也完全沒有足夠的分析能力 可以認識說 可以認識啦 台灣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提出 地理跟歷史的屬實 結論很簡單 今天世界裡面台灣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因為我們是日本的屬地 日本天皇不是啦 不能說日本 大日本帝國就是日本天皇屬地啦 再來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種論調 對於長年居住在中華民國管轄下的台灣人 台灣人都聽不懂 很多自稱是反對人士 他都是因為說 他去參加中華民國的高普口 或是競選立法委員、管長、市長 因為這個政府或是帶團去海外 參加各種的活動 會議會中華民國國旗 頂頂他就可以讓我們台灣走向主權獨立 主權獨立國家的最佳途徑 說去聯合國抗議 說台灣要回去聯合國什麼 抗議一大堆 但是有用吧 六十幾年來都沒有用耶 對不對 台獨人士怕六十幾年怕不出來 台灣走不出一條路出來 因為齁 在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台灣爭取不到國際的空間 台灣當局 台灣管理當局 他永遠會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吵不完的話題 為了本土台灣人 割心在思維上 完全從台灣跟中國分開 我們台灣才有前途 剩一聲齁 再來齁 第十項 很重要這項 我覺得這項最重要 本土台灣人長期 陷入思德哥爾某症候群 本土台灣人長期 陷入思德哥爾某症候群 他距離去同情加害者 我們現在是不是 很多人在同情 說不要啦 不要這樣那些多聲音 我們說中國人 還是怎麼樣 甚至很多 是不是有跟我們台灣人結婚了 那沒關係 民意書長已經幫我們 理出一條路了 我等一下講給大家聽 再來中華民國運用謊言 偽造歷史 取代法理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取代法理上台灣 他不屬於中華民國的國土 他跟我們騙了齁 國際間打壓台灣最厲害的 不是中國 其實是流亡的中華民國 台灣人齁六十幾年來 他有一種邊 就是思德哥爾某症候群 大家知道齁 有人不知道什麼 就是思德哥爾某症候群 那時候他們有一個報社 報社的老闆 他的女兒去給一個歹徒抓去 綁架 然後要跟他的老闆 就是恐嚇錢 你要給我多少錢 我才把你女兒還給你 長期是他這個女兒 就跟歹徒生活在一起 一兩個月 他跟這個歹徒有發生感情 他覺得對這個歹徒很好感 那歹徒對他也很好的款 只是把他綁架 可能也沒有把他這樣 可能沒有虐待他 他跟他買了 他跟他交給他發生感情 後來他老闆用錢 很多辦法 叫人家找到 把他女兒找回來 就上法院 就控訴這個綁架的那個歹徒 紀念 他女兒紀念 把法官說歹徒的好位 既然好像就是說 替歹徒講好話 沒有去指責歹徒 這一種就是說被害人 他已經就是說 離開那個被害的環境的時候 然後既然後來再同情那個被害人 同情那個加害者 跟去台灣一樣 你看我們以前阿公阿嬤 給國民黨台的 日子拜台多少人 台十二萬人 他都跟我們騙說 沒有啦沒有台人沒有台人 我們後來都相信 然後現在我們後來的怕孫 還給他洗腦 自小學的意義開始洗腦 是中國人 我們以前都 我也是一樣 我以前說 我爸爸媽媽對國家不忠 我們以前都說 老師說 蔣統統怎樣多好多好 那時候我們爸爸媽媽 他也沒說 臭頭啊臭頭啊都沒臭頭啊 那時候可能知道 都沒臭 蔣介石嘛 九頭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為什麼我爸爸媽媽 一直罵蔣統統 後來我長大 我跟接受那個 秘書人說 我才知道 喔原來 那台的萬分 他最害的 因為 我們人說 我們也是二八的受害家屬 我們那個 這個公公抓去 死體都找不到 到現在都沒回來了 我們家的人 為了怕 我們後來會 亂講話 都不告訴我們 一直到 阿扁做第二任的總統 我爸爸 跟我媽媽跟我們說 我知道他 喔 委屈了幾十年了 他想說阿扁做兩任的總統 再來台灣人的天下 想不到國法研究拿回來 所以好可憐啊 就是因為這個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說被害者 既然去同情那個加害者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六十幾年來 因為我們台灣人變成一群 一群人變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人 同情加害者 所以這個就是洗腦的教育 跟運用謊言跟媒體 偽造歷史 它取代華理順序 處理事物的結果 所以每一天 我們打開報章雜誌 或是電視 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抱怨 說喔 中華民國國企 沒辦法在國際場合出現啊 甚至我們台灣 辦一些國際的什麼運動 我們中華民國國企 不能拿出來 怎麼一大堆 但是 因為為什麼 大家都看到是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 電視媒體一直在洗腦啊 洗腦說你是中華民國的人 其實我不是 我是日本台灣人 我們叫日本台灣人 這就是國際間最厲害 其實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打壓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是中華民國在打壓台灣 用媒體洗腦我們 打壓我們自己本土台灣人 因為中華民國 如果他一直膨脹起來 本土台灣人是不是 他一直萎縮去 OK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哈口休肯 阿花靠你當泳餐啦 然後請各位同心注意一下 12點40分 12點40分的時候 在大門口集合拍團體照 然後還沒有拍識別證相片的同心 請在1點的時候 1點的時候到報導處對面 等待拍個人的識別證照 謝謝 謝謝